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拆下一款产品 就是我手中的这一个 GoPro的三项自拍杆 它可以调节,可以拉长,伸长 也可以到这个三脚架使用 我们来拆开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盒子里面就是这一个 它是一个整体的 然后还有一个旋律的卡扣 它整个做工细节感觉收感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边有个贴的 它是这样 对比较自拍杆使用 这样子 可以拉长,最长是这么长 最长 然后像自拍手可以证明 然后平常可以手持 需要按住旁边这个按钮 然后进行卡扣 平常可以拿住这样的拍摄 可以把它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呢 直接可以把这个 GoPro直接装到这上面 直接可以这样 就当于手持的一个GoPro 那平常呢就是这个卡扣装上去 然后它还有一个三脚架的功能 我先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三脚架的功能是从底部 有旋钮 旋开之后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三脚架 很小的一个 然后再旋钮上去 这个就是一个可以拍的自拍杆 这个就是一个可以拍的自拍杆 那我把这个关货装上去看一下 这个还算比较稳吧 你如果在外面拍摄的话 就是镜像拍摄的话 没有什么风的话 应该是没问题 如果有风的话 我肯定就悬了 这个只能说一般般 不是很非常稳的那种 总体来说还比较方便 算平常我们有的时候 我拍摄真的是有这个需求 放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现在目前 有这个八爪一个三脚架的 就是很很短 没有这么高 这样的话你放在高处的话 然后站在前面 就可以自己直接拍了 平常的话 我们把它折裂好 可以直接这样收 这样收起来 这样收起来 然后把这个看下来 再塞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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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然后平常的可以这样拍摄 对吧 很方便 平常这样拍摄 然后觉得想要自拍的话 就这样 就这样一个模式 就是 因为我以原来拿这个三脚 这个八爪鱼三脚架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进行拍摄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用的这个八爪鱼的 那么跟这个比的话 这个就简直是多功能的一个装备 这个八爪鱼就是一个固定在这边的 一个定点位置 其他并没什么用 那么以后呢我就用这一个 因为它现在也实现了防抖 我连那个稳定器都不需要 直接用这样可以拍摄 平常拍摄的话就这样拍 然后自拍的时候可以拉长 然后定点的时候 又可以当个三脚架使用 确实非常方便 那行 那今天的这个三脚架的 这个三项自拍杆 那就看一下到这里 后期呢我也会 再录一段实用的一段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OK